我可以跟你们一起住吗 可以 可以 溥仪为何会终身不遇 在她小的时候 宫女们都对她做了什么 溥仪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她的人生可以用传奇二字来形容 她一生娶了不少女子 有皇后婉容 淑妃文秀 降贵人谭玉玲等等 可让人们纳闷的是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生下一男半女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话题 众所周知 溥仪是我国最后一位皇帝 她的一生起起伏伏 也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由于当年光绪帝没有留下子嗣 所以慈禧便将敦亲王的大儿子溥仪立为帝王 当时的溥仪年纪尚小 还只是一个吃奶的小孩 哪有什么能力撑得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大清 三岁的她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面对庄严的登记典礼 她感到深深的惶恐 在帝王的位置只待了三年就被人赶下来了 好在她依旧享受至尊的待遇 每年可以拿到四百万银元的生活费 官员们也依旧尊称她为皇帝 之后大臣们为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她迎娶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 婚礼非常盛大 只可惜结婚这么多年 她都没能留下一儿半女 她的一生迎娶过许多女人 先不说之前迎娶过的婉容和文秀 在复辟期间她还娶了两个妃子 一个是祥贵人谭于祥 另一个是福贵人李玉琴 那至少还可以拿到一些赏赐 于是这些宫女就不停地和小皇帝打扑克 小溥仪本就没有什么自治理 体验过一次极了之后就迷恋上了这种感觉 虽然这是一种短暂的快乐 可久而久之 溥仪一见到女人就非常害怕 因为每天都纵欲过度 生育功能急速退化 之后溥仪还因为尿毒症去世 所以很有可能溥仪就是在这时候患上肾病的 除此之外 还有人从其他方面进行猜测 声称溥仪好几十年都没有生孩子 是跟她体质有关 因为溥仪本人身材非常瘦弱 当然 瘦弱的原因也是和多年的肾病有关 毕竟身体太过病弱 所以自然难以孕育子嗣 还有人说她缺乏生育能力 是来源于家族基因 从庆史中我们可以查到 清朝皇帝要数乾隆康熙的子嗣最多 而越往后子嗣越少 他们说这是一种基因的进化 比方说咸丰帝子嗣就很少了 到了通知光绪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留下子嗣 所以和基因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一方面是溥仪在退位以后 心理压力非常大 整日单惊受怕自己会被人杀死 再加上颠沛流离 心爱的女人也被日本人害死 在这种环境中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治了生理上的缺陷 总的来说 以上都有可能是导致溥仪没有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 后来清王朝市去 溥仪也慢慢接受了自己是普通公民的事实 他的一生也被渐渐隐没在风云中 很少有人会去提起 随着往事烟消云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小伙伴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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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